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帮小安姐 在生活中你一定遇到过被借钱的经历 如果有朋友向你借钱 你有特殊情况不想借该怎么办呢 今天分享你几招 用这几句话就可以摆脱被别人借钱的烦恼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先要询问对方借钱的原因 当有人向你借钱的时候 先不要直接拒绝 我们最好先要询问借钱是因为什么事 在询问过程中通过聊天就可以把话题转移 而且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衡量一下 到底要不要借给他 最终不借给他呢 双方也不会觉得很尴尬了 第二,哭穷 表示自己最近也缺钱 我们可以通过聊天说最近刚买了什么 自己的手头也很紧 总之就是说手里的钱刚好用光了 还想找别人借点呢 我们一哭穷 对方一看感觉我们都是同病相连 就不会向我们借钱了 第三,就是说钱动不了 动不了的意思就是本来手里是有点钱 不过钱也是刚好存在银行定期 或者是买了理财产品 如果硬是拿出来钱的话 就会损失一大笔 所以对方听了这样的话就不会强求我们把钱取出 也就不会向我们再借钱了 第四,就是财政大权不在自己的手上 可以说自己的老婆管的严或者是把钱打给了父母 总之就是说自己是不管钱的 钱都是在父母或者是老婆手中 手中只留了自己的生活费 这样对方一听 就明白财政大权在别人手中 自己说的也不算 所以就没法给你借钱 如果你想借给对方钱 一定要清楚对方的人品如何 如果对方爱赌博 有手好闲 不求上进 那这种人要离远一点 更别说借给钱了 那如果对方的人品是不错的 那还是可以帮一帮的 总之能不借最好不借 以免造成没有必要的麻烦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有人向你借钱 你就可以说以上的这几句话了 想看更多使用有趣的生活妙照 记得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